明镜推荐 明镜为您推荐 明镜电视节目惊要 敬请锁定 金融战第一个是汇率战 我给你讲了 以及日本他逼 他现在在逼中国你知道吧 我害怕中方看不出来他这招 我待会给中方支八招 可以看能不能破解 他不一定惨了 他要是惨了还有点旧 这个他的这一招啊 现在他在挖坑 他在让中国跳 我们这边呢 就拼命的往里面跳 什么跳不及啊 他现在川普他说 他已经公开的指着中国 说是汇率操纵国了 这是这是第一步挖坑 他把你列为汇率操纵国之后 他就可以启动 汇率制裁那个金融制裁了 美国 美国不存在给你打那个会 那个金融战 你没有任何人自个 任何国家除了美国以外 没有任何国家 能够跟美国抵抗的 你只有就想 只有死 不认为等一下 这个汇率操纵国这个帽子啊 川普先生从他竞选的时候就开始 后来呢 大概是中国答应在北韩问题上 跟中国合作 这样川普呢 记得有一次发推特就说这个 如果中国跟我们谈朝鲜问题 我干嘛还要把中国放成这个 说成是汇率操纵国啊 等于是啊 把中国放下来了 那么前两天新闻呢 又说呢啊 就是事情是透露了川普又准备拿这个汇率操纵国来打中国 所以说这个牌看的是不是就是要用了 他这个他随时会用 他就是看你 你要是 他很明显吧 你刚才已经点出了 你要是跟他的敌对国家 或者是跟他脱后腿 他就会支持你 他随时可以拿 不是穿难也太变 而是你太粗 你做很难以后 他就直接把你列上去 那个上面你也知道 那个列为汇率操纵国有三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中国早就超了 那个贸易顺差 就是对美国的贸易理查 对美国来说 其他两个条件不一定能够达到 但是标准在美国手里 不在你手里 他说你够你就够 你知道吧 后面两个占GDP 还有那个进购入外汇 这个根据这个2015年贸易执法和贸易便捷法的汇率操纵国有三个定义有三条 第一个与美国存在 显著双边贸易顺差 超过两百两百一美元就算 第二个实质性经常项目印鱼 这个第三个 持续的单边外汇干预 把这三条 那么如果拿这三条来对到 这个很容易 他是这样的 他是三条只要够两条就三条操纵 你知道吧 他那第一条不用不用看 就是唐琪就超标 也就是说 他说你是操纵 你就操纵 你有什么余地 他这个又不跟你谈判 是吧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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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个你就掉壳里去了 后面的我我跟你说为什么美国的霸权呢 他在经济上第一个是建立那个WTO那个世界贸易组织 第二个他就他是有两大金融机构 世界银行跟国际货币金组织 他这两个也可以管了 他他都是老美说散那个没办法 他他你看那个派基斯坦想让 MF国际货币金组织给他贷款 美国议会的立马就发声明不行 你你带了从国际货币金组织贷款了 你还了中国的债务 那不行 老美特别精明 是不是 说这这这两个是这三个都是看得到的 其实还有看不到更狠的 我我跟你说一下 你知道杰杀吗 支付杰杀 你看你我 那个对我来说是很新的展新的内容 所以说这个 我都知道 我 要有一个 对 我就知道对我 我我听不大清楚 我给你解释一下 比如说什么叫结商啊 比如说 你从美国给我汇逼款 搞费 假设啊 假设是500美元 你是那个美美美美中银行 就是班克尔美利肯那个那个美美中银行 你汇到我这个工商银行 中国的工商银行的卡上 你是你是不是你到银行去转账是吧 这叫这中间有结散过程 你看不到的 他中间大概的的十来天可能 这中间你首先那个你那个美中银行 就就要发到那个 我跟你说的组织 你记住我待会说他这英文名字 中文名字特别长 叫环球腾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叫swift swift wift就186汇款要有这个号码 对对 他基本上是垄断的 弄断全球的银行 证券都在都在腾跟他转账 这样你你在他腾跟他在转到中国的 中国的共产银行 这样你转我五百五百美元 假设这样 你你的所有的信息他都有 但是美国有美国政府美国的财政部在反恐的时候 他获得了一个权利就是他可以查他有个办公室那个那个英文名字我我忘了嗯就是专门对外的就是 他的右名字叫ofac就是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 就这个办公室有权 中国的呃过大银行呃都要腾个这个呃系统 好多公司包括银行跟跟他进行来往 这个这个美国制裁就直接把他冻结他把他不腾的这个系统他就没没招了 你你你看你看看这个资料是吧 对啊这个 昆仑银行被制裁呢是这个2012年7月13号由于涉及伊朗的外贸进出口 美国财政部啊宣布对昆仑银行进行制裁啊 这个切断其与美国金融系统的联系 并阻止其涉足美国金融系统啊 使外要求任何持有期账户的金融机构必须在十天以后关闭 导致其只能用欧元和人民币结会啊 这是这个空中银行啊这个被制裁的一个情况 对因为因为这家银行他的国际化程度不是很高 他如果要是大点的银行就基本上能崩溃了 你知道我说啥意思吧 他主要还是存在款 还有一个就是呃单方面的跟伊朗呃做些生意 所以对他他他还没死 如果说如果说进入这个阶段 基本上你就没救了 这个贺先生这个这两个这个结算系统啊 一个就是说个人汇款的一个系统 一个是组织和国家的一个汇款系统 等于这两个系统全部都控制在美国的手上 对对对对对 但是他不是量分的 你你刚才说的表述有误 呃我们不纠正这个了 你知道这是你汇款呀 蹭个老美就行吧 对对 包括包括 但是他打你的时候 不得不用 不不会用经济方面扭 他都会用呃那个 我我原来跟你说过几个法律 海外反腐败法呃呃 呃还有一个叫呃呃 就是那个紧急状态呃 经济授权法案 小不时就用那个法案制的那个叫基地组织 把他这所有的账户全部给登记了 呃还有一个叫呃你你一直问我一直不敢说这个法案 他搞那个俄罗斯是用的叫你你什么司机人权法呢 马格尼斯基马格尼斯基啊 嗯 马格尼斯基呃呃他开始支退俄罗斯现在支退全球 这个就狠了这个是冻冻冻决家的 他说你随意违背人权 这个证据太好找了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那个官家的呃呃 试案的官员 官方 就是官方的资产 嗯 他可以登记他可以让你卖掉 现在你多少天之内卖掉 你比如说海航海航大厦他以国家安全理由 这就是打你看了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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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听得懂吗 能听懂啊 就是这个你跟这个金融账打了打去 最后就是一个外界的这个美元跨境业务就汤汤掉了 这不仅仅是个金融问题 它也是个贸易问题 也是个经济问题 这样你那你不可能提着能穿上拉 马带那个人民币或者是那个欧元去解散吧 是不是 你这个这个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那那你怎么办 他这一秒钟的人把你搞死 这个这个我我我我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我就害怕他们从错误的道路上走得更错 第一步这个他说你是汇率操作国在已经在警告你了 第二个你如果再跟他的敌对国勾勾搭搭 不是邓介里官员的 就是邓介里的银行的账户 你看我们这个多二我那个他那个上次我那个那个中信事件不是因为给伊朗卖那个设备吗 人家川普刚要说要解禁他给那个外的外交部队跟那个宣布建立什么全面的活动伙伴关系 人家又又又这是又那个要发点款的时候都差不多快快解决了他又邀请那个伊朗总统来来访问 最后川普来了无论性的发款吗 14亿吗 你刚好一个人一个中国人交一块钱美元给美国人 这这多多羞辱你啊 那加上之前的20多亿 是不是 你你在你在这样玩的话 他可能就你谁邀请他可能搞谁的谁的财产都冻进你的银行账户 老美这个只有老美能做 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能做 今天是给ENNMES 本期节目 我们今天识查一下 永远 你 我只能进一个 我们现在去崖城 都怎么没做 我 路